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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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同学们是不是都有看到我分享的页面呢 有看到吗 有吗 OK 谢谢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讲到的是绘图的重点 还有注意事项 那当然在最后呢 我也会有一个小步骤的贴心提醒 也要请大家看到最后哦 好 第一个重点提醒就是在文字方面 文字方面的话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明显要清楚 必须要跟我们的背景 橙色相 明度 彩度上的对比 老师现在放上的几个范例呢 都是在文字上面做的比较清楚 而且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设计效果 那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端正而且要工整 必须要容易阅读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同学们在做这种文字设计的时候 可能会忽略到易阅读这件事情 你可能融入了图像文字 或者是呢 在这个你把文字做了这个透视效果的设计 那这个透视效果的设计的时候 可能就会影响到他阅读的这个顺不顺利的问题 那不是说不能做这个透视 是你在做透视的时候 需要注意他还是需要工整 甚至是他还是必须得清楚的 那我后面也会带大家 就是待会再做这个文字绘画的设计的时候 我也会跟大家讲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文字有一个变形的效果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事情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建议加粗 因为如果你的文字太细的话 其实远远看 评审在就是停这个图的时候 其实就是几秒钟的事情而已 所以你必须要让评审 就是耳目异性的感觉 或者是能够吸住他的眼睛 所以呢 你们必须要让你的文字是粗 而且清楚的 所以老师现在放上了几个范例呢 其实也都是在文字上面有加粗 那另外呢 也就是有上阴影线 所以他们的这个线文字的底部 受光这个阴影的地方 受光面它会打亮 阴影的地方呢 它就会加上这种阴影线 就是这个阴影线的部分呢 你可以拿跟你文字同色像 再深一点的颜色 或者是呢 它的稍微偏向对比 比如说它这是橘色的颜色 它就用了就是深蓝色的方式 来当做它的阴影 这样子都是很适合的 那甚至是有些它是会加上这个白框 那加上白框的这种效果呢 会建议的就是 底部的颜色 要能够呈现出它的对比性 好 所以呢 我加白框 我的底相对来说 就要比我的白框要来更深 所以它颜色应该是要深色的 好 所以用这样子几个范例 让大家知道 就是在文字上面 要怎么样让它更清楚 更明显 那再来呢 就是你也可以适时的增加图像性文字 像右边的这一张图 好像如果在做这个图像性文字的时候 我会比较建议就是 这个文字它的笔画比较多 好 笔画比较复杂一点 那像这个夏日露营去 它这个去呢 右边的笔画就会比较多一点 那你也不能把整个文字 全部都变成图像性 最好的呢 就是在这个文字的某一个部分 好 某一个笔画的部分 把它改成跟主题有相关的图像 把它融入在你的文字当中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图像性文字的例子 OK 好 接下来是一样文字的副标题 刚才是主标 现在是副标 副标的部分呢 我这边建议你们 最好就是小字书写 不需要做过多的文字设计 那并且要工整 好 要完 要端正完整 好 所以呢 像是这个范例 好 刚才前面有看到的 它在这个副标的部分 好 它就用小字来去做书写 简单的用你的柔绘笔 或者是这个代真笔 那就是用方体字的方式 或者是你想要 用写这种送体 其实也都是很OK的 重点就是你必须要工整 好 要工整端正 再来的话呢 是视觉 主视觉的图案 主视觉的图案呢 你可以是人物 也可以是跟主题有相关的物件 但是在主题上呢 必须要是 呃 占这个画面 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好 所以呢 你看到这样 像这样的主题 就是这个 就是用人物当做 呃 重点的 好 以人物当做主题的 那它的画面呢 就占了这个 就是占了整个 我们海报的二分之一左右 那如果说你是不擅长画人物的同学 那老师这边也会建议你 就是你可以把人物 画成半生 就像现在这个右边的参考图一样 画半生再加大 那这样的话就会是 就会比较 不会说你不会 就是姿势你画不好 然后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画整体人物 所以用这个 用这个范例来带给大家看 就是你在主视觉上面 可以去做这样的调整 那再来的话呢 是这个副视觉的图案 必须要是跟主题有相关的 好 必须要跟主题有相关 我们把画面调整一下后 OK一下 好 副视觉图案需要跟主题有相关 然后放置在我们画面的前方或者是后方 好 那并且不可以强调主题 好 不可以强调主题 所以你看这个主题叫做友善校园 那你就必须把校园的这个情境把它融入进来 好 然后再来是拒绝暴力 然后拒绝暴力把它融入进来 那这个的话就会 他就把它放在这个 以人物为主题 然后学校还有这个拒绝暴力 他放在我们的这个 留白处的地方 那其实 一老师 就是在评图的时候 会希望说 其实这个 这个拒绝暴力的这个图像啊 他其实可以把它摆放在前面 好 因为人物他其实是一个辅助性的一个画面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他其实可以把这个 拒绝暴力的这个部分把它提来前面 然后再来才是人物 再来才是背景 最后呢 是我们的学校 好 这样的这个 这个空间感的层次顺序 会是比较适当的一个表现方法 好 那接着的话呢 是背景的图案 好 背景图案的话呢 我们右边的这个例子 好 可以看到主题呈现出来了 这是他的主视觉 要营造出温馨的一个 高邻居家照顾的一个情境 那他的背景图案呢 就用上了跟主题有相关的 老人他可能会就是 在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他可能需要坐上轮椅 或者是他可能有 就是平常时的常备药 那他把这个照顾这件事情 把他用这两个方式来呈现 那并且呢 他将这个 这个剪影的图案 好 图案上他用剪影的方式来呈现 跟我们的背景颜色 成同色相 好 同色相 但是不同色调的方式 来呈现出剪影的样子 那这样子呢 就是一来他在这个主要图示上面的颜色 非常的鲜艳清楚 背景的颜色呢 虽然他也是很清楚的 但是却不抢我们主题 这个就是背景图案 最好最好的一个表现方式 接着呢 是主题配色 主题配色的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 标题文字还有主题物件 必须要跟背景 采用色相 明度彩度的对比上 那这边的范例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题目是五年型大日 那他就把这个 五年的老虎 还有台湾相关的意象 融入在我们的画面当中 背景呢 采用留白的方式 凸显我们主题的色彩的鲜艳程度 好 那这个就是运用了 就是背景产生的一个对比效果 在彩度上产生的一个对比 那接着是右边的这个 全民防疫DIY 好就是这前两年的统策主题 那这边的话 他就在人物 还有我们的绘制步骤 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步骤图 采用一个彩度 以及明度都较高的色彩来呈现 那在背景上呢 他运用了明度比较暗的色彩 比如说像这个B39 或者是B29的色彩 或者是这个颜色比较深的紫色 B09这样子的颜色来呈现出来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你的主题 主题 人物主题 或者是你的步骤图 甚至是你的文字标题 都能够呈现出最强烈的财度 或者是明度的一个对比性 那也就能够把主题呈现的比较明显 好这个就是一个在主题配色上 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接着的话呢 是这个框线的部分 好框线的部分 我们可以善用深色框线 好运用框线来增加主题的注目性 好醒目度 越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框线就越深越粗 所以你会看到右边的这个图 好右边的这两个范例 第一个是你会发现呢 在人物的主题上 好这一样是高龄居家照顾 在人物主题上面 温馨的感觉 他使用了这个颜色比较深一点的 他这大概应该是B39 或者是B29的颜色 那把这个框线加粗 好甚至是他呢 框线深色框线的旁边外圈 还加上了这个白边 让他的这个主题有一种减 减脂的这种效果 背景的部分呢 的这个山景 好山景道路的部分 他一样也有采用框线 但是框线呢 就没有前端的这个人物 来的粗 来的来的深 好所以呢 越重要越前面 越需要被人注目到的 框线就越重 好甚至是在主题方面 他也采用了同样的效果 文字方面也采用同样的效果 好 那在背最后背景上面 他就是在框线上 把它就是把它比较弄整 画的比较浅一点 甚至是比较细一点的方式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画面 比较有一个层次感 比较有空间感 那右边的这个全民防疫DIY呢 这是步骤图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部分就是 他把每一个步骤 好 运用一个主题来去做包装 那这个主题 他就运用了这个 他就用了这个喷雾罐 好 就是酒精的喷雾瓶 喷洒出的这个水 水滴 好 喷洒出的这个 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四项步骤 好 把它变成一个步骤性 那这样子一来 就可以让你的画面 产生一个区隔的效果 也让画面比较有层次 比较有空间感 OK 所以这个就是用深色框线 或者是用框线 来让我们的主题 有更加丰富的一个部分 好 来 稍等我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是这个 我们的画面 好 我们画面 尽量可以适当的留白 好 适当的留白呢 可以让我们的画面呢 更加的有空间层次感 也避免画面呢 产生过于拥挤的状况 我们看到这边的这一张图 好 这边这张图 放大来让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图像的部分 好 在图像的部分呢 我们的前景 好 我们的前景 是用了这个列车 好 高铁列车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主题是前瞻创新 它的主题效果是要呈现出我们交通运输的一个先进科技的效果 那他就用了列车当做一个前景 人物的部分呢 采用一种前瞻性的感觉 不瞭望的一个效果 好 呈现出来 背景的部分呢 采用程式的剪影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就有前中后三个三个部分 背景的部分他就留白让他的画面的这个主要主题物件可以更加的突出 所以一样采用了一个明度或者是财度上面的一个对比效果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适当留白的一个例子 但是上面这个其实他也算是一个适当留白的例子 就是在我们的四项图的这个四项这个步骤图的部分 他就是颜色上是比较突出的背景呢 尽量以留白的方式来呈现 好 再来的话 这我们就要讲到这个作答流程 刚才这边呢 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同学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绘图上解题上需要注意的几个重点事项 接着呢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绘图上的作答流程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绘图的过程当中总共是100分钟 好就是包含我们的图学以及表现技法 那同学们可以告诉我 依照老师跟你们说的这个 依照老师带你们做的这个步骤 就是每次让你们画图的步骤 请问老师都会跟你们说什么 谁要先画 在现场的同学们 可以跟我说说 你们平常时在练习的时候 专二的练习 应该是要先画图学 还是先画 先画表记 就是应该要先画图学 对不对 应该是要先画图学嘛对不对 为什么先画图学 因为图学只有40分钟的时间可以画 因为它的配分呢是100分 那图学占了40分 然后我们的表现技法占了60分 那这样子其实就 其实就是影响到我们在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分配 所以你大概呢花30到40分钟的时间 放在你的基础图学上 然后呢再花了花这个70到60分钟的时间 拿来放在你的表现技法上面 你的海报绘质上面 这样子来说争取 多争取一点上色的时间 是对你们来的比较有利的一个方式 好来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的作答流程里头 60分钟之内 好60分钟之内你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那我这边呢就以60分钟来当做一个流程 好当做一个流程 第一个呢 你在阅读题目的时候 请你要圈出关键字 老师自己在上课的时候也常常会遇到同学 就是题目没有看清楚 好可能就是在这个主标题 或者是题目想要传达的这个文字 他把题目想要传达的文字呢 化成你的主标题 但是主标题其实跟你的题目想要传达的 并不是一模一样的文字性 好像是今年最后一次的模拟考 是这个想要传达台湾夜市的观光 促进台湾夜市观光 那主标题好像是请大家要写这个台湾夜市去 那就有同学可能不小心看错了 直接把这个主要表现的这个文字标题 台湾夜市观光把它写成你的主标了 那这样子这个文字的分数可能就会被扣非常非常多分 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在阅读题目的请请的时候 请你花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圈出关键字 那关键字就是我刚才说的主标跟副标到底要你写什么 那通常呢这个主标跟副标会放在制作规格的地方 那再来呢是题目的要求 题目的要求呢通常会落在重点说明 好重点说明 还有尺寸的部分呢也会落在制作规格 好所以呢题目要求就是看他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向 好传达什么样的意念 那再来是尺寸的这个大小是多少 好因为尺寸如果画错的话 这个部分也是会被扣掉这个规格上的一个分数的 好那 那再来呢花大概两到三分钟的时间发想物件与草图 所以这个这个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其实这个就是你看完题目之后 好你就会开始做这个画面的固图 画面的这个尺寸绘制 尺寸绘制再来是贴纸胶带 那就是你一边在画这个尺寸框的时候 一边贴纸胶带 再请你一边发想 你刚才阅读过题目的时候 你想要你今天想要画什么样的主题进来 你今天的构图是什么 好然后并且在你的这个题目的空白处 去做一个发想跟主题有相关的一些相关元素 好然后跟绘制一个简易的草图 好绘制简易草图 因为这个简易的草图 其实就是在协助你做构图 那因为这个时间呢 大概只有两到三分钟 请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再去做 就是去做这个构想 所以你其实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你要你要准备大概三到五个 好三到五个就是构图 就是你的基本公版 好就是你公版上的一个构图 你每次就是运用了相关的主题 你就用这样子的公版来去做这个呈现 因为我们时间是有限的 请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构想构图上面 否则你会影响到你后面的相色 好再来接着是花五分钟的时间构图 构图就是把你公版的这个三到五个公版 套入跟你这个这次的主题有相关的 好把它画进来 好然后接着呢是运用相近的颜色来来做这个构图 打稿相近的色铅笔的颜色 那通常呢我们会请大家去观察一下你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样的 就是主题性 如果你今天的主题性呢是比较偏向冷色调 你整体的话绘制的颜色比较偏向冷色调的 那就请你用浅蓝色或者是浅绿色来去做打底 那如果你今天呢是整体绘制比较是偏向暖色调比较温馨感的 那就建议你用肤色的色铅笔来做打底 那当然也有一些同学你可能去买这种有色的这个色铅笔 有色的这个自动笔芯 那这样子也是OK的 也是没问题的 好那最后 接着好接着是这个30分钟 大概花30分钟的时间来去做上色 那上色的第一个步骤呢请你先对你的主要物件 好你的主要物件还有你的这个跟主题有相关的物件 好上面他必须要做个受光面跟暗面的一个对比 那这边呢会建议同学在受光面呢采用黄色调的 比如说Y02Y00这样的颜色来去做打亮的效果 在暗面的部分呢你可以采用灰阶或者是紫色的BV02BV00的 这个颜色来去做暗面做阴影 那接着呢是在大面积的部分会建议你们采用方头来绘制 好面积比较大采用方头来绘制 那在修饰处呢再去做用这个软头 那为了就是要去争取时间啊 因为软头第一个它的面积比较小 好就是它绘制的面积比较小 那再来的话就是它下笔的部分会有比较强烈的水分 好比较强的顿点都会影响 都会影响到你们在做建议上面的部分 所以呢就是争取时间 大面积采用方头 修饰的部分采用软头 再来是建层上色用平图来取代 好所以一张图里面 一张图里面如果你的背景全部都用平图的方式 完全没有建层完全没有阴影效果 那这样的话就这个分数上或者是用色的技巧上 好就是你的这上色技巧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引人注目 所以会建议大家在背景上 如果你是采用就是比如说你是蓝色 好蓝色的背景 它就请你用蓝色的渐层 由深到浅或由浅到深的方式 甚至是你也可以用红色调的渐层 好就比如说蓝色接绿色 或是蓝色接紫色 好类似像这样子 甚至是如果软色调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红色接橙色 或是黄色接橙色 好以此类推 那依照用这样 这个三个这个上色的一个原则 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好 相信你们用使用 运用了这样子的上色技巧呢 可以为你们这个色彩上添加了蛮多的分数 好来接着 接着呢是画面的修饰 30分钟让你去做上色 再来接着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 来去增加你画面的明暗分明 好就是亮暗分明部分 来去凸显你的主题 那这个部分呢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第一个压伸背景 好压伸背景 或者是呢在你的物件的阴影上 好就是多加做一些处理 那或者是用这个牛奶笔 或者是碳金笔来去做点亮的部分 这个就是做画面的修饰 请画面修饰呢 还是要预留一点点时间 因为有些同学你可能会到了 就是最后的5到10分钟 才去做这个画面修饰 其实呢这个效果都不会 太就是不会做到非常到位 所以如果你可以就是花一点时间 去做这个画面修饰 掌握好时间分配 相信你的这个画面会更突出 好再来花1到2分钟 去做这个撕纸胶带 还有上完稿框 那撕纸胶带的部分呢 相信也都是大家很害怕的事情 很怕你这个纸胶带一撕 然后你的图可能就被撕毁了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请你们贴纸胶带的时候 就是可以先在桌面上面稍微黏一下 或在你的这个衣服上面黏一下 降低它的粘性 那撕纸胶带的时候 请你由内向外撕 由画面向外撕 不要就是从外往内撕 因为你外往内撕可能就是真的会你整个图 不会被你整个掀起来 好然后再来是完稿框的部分呢 请你使用0.8到0.1的带帧笔 跟融绘比来去做绘制 加出你的完稿框 会显得你的画面会比较精致 所以呢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用太细的 也许同学你可能拿0.1 或者是0.3 0.5的 其实我都觉得不太适合 建议大家就是拿0.8 或者是融绘比的这个带真笔 融绘比带真笔来去做万高框上色 那再来呢是最后三分钟 好你撕纸要带撕完了 好最后请你就是再回来到你的图 去做一些修饰 精早修饰 有物质的把物质处理掉 然后或者是修饰线条 有些线条如果不够平整的 就把这个线条划凭证 然后呢或者是在有明暗程度还没有分明的 然后再把这个浪案把它处理的更加分明清楚 那这个就是我们完整大概60分钟的一个绘图流程 好以上这个绘图流程的部分 还有刚才我第一个重点说明的部分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OK吗 都可以哦 好那接着的话就要开始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文字设计上面的一个示范咯 好 那文字会制的示范这边的话呢 我会用影片就是预录好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影片一边播放我会一边讲解 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就是在文字上的绘制的一个步骤性 那我就播放影片的部分 来请问大家都有看到影片吗 有吗 哈喽大家 有看到影片吗 好 如果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要跟我说 等一下这个 等一下这个 要放 好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是先用这个上面的这个 好 领航5G的这个文字 好 来跟大家做个 来跟大家做个说明跟介绍 那这个领航5G 这个是跟科技有相关的主题性 好 那这个文字的部分呢 我就采用了这个色彩上的一个对比 色相上的对比来去做这个搭配 那 我会比较习惯就是用颜色比较鲜艳的色彩来当做主题 为了就是要让它更加明显 好 更加能够引起注目性 那这边呢 我今天采用的是用送体的方式 它用送体的方式来去做呈现 中文字的部分用送体 那 英文字跟数字的部分呢 就采用方体的方式来绘制 好 那接着呢 就开始去做这个文字上的绘画 那送体的部分呢 我这边没有去做铅笔打稿 我是直接上 就是直接开始写字 那还是要建议同学们 就是在写字的时候 最好还是打一个文字框 好 打一个文字范围 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不过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尽量的就是先用铅笔线 好 先简单的写字就好 就是跟你一般写字 就是 就避免你文字会写错啦 因为你写错字也是一个大忌 真的是一个大忌 所以最好呢 先用铅笔 先打个文字 好 那我在写送体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就是我在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 一定都会去做收视 好 一定用我的软笔头来去做收视 那去增加这个文字的力道度 好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 也欢迎你就是拿起你的麦克笔 好 然后跟你的纸张来练习一下 就是我们文字书写的部分 好 那我先让这个速度上调整一下 OK 那这个大概是领航这两个字 那待会呢 我写完这个文字之后呢 我还会让他去做这个线条的 就是暗面线条的加深 好 待会再 待会会把它画出来给大家看 好 接着是5G的部分 5G的部分呢 我就是采用方体字 好 那方体字的部分就采用宽头 好 用方头来绘制 那有些同学 如果你是要写方体字 但是画面如果是比较小的话 那就会建议你拿这个方头的 比较比较细的地方 好 就是头部尖端这个比较细的地方 来去做方体字的绘制 好 目前我们的文字已经书写好了 写好之后呢 就请你拿柔绘笔 或者是比这个颜色还要再更深 一个色阶的部分 好 那注意一下他这个受光面 受光面 因为我们今天是从左侧打来 所以我的暗面线条 就要放在我这个右侧边 那我今天所使用的呢 就是用柔绘笔的方式 加深他的线条 那同学们你也可以运用 比如说我现在拿的这个 我的领航这两个字 我用的是YR04 或者是我是用Y17 这两个颜色 那你就可以拿比如说YR07 或者是R27 甚至是咖啡色 咖啡色调都可以 都可以使用 那咖啡色调的话 就也不建议拿太浅的 会建议你拿 就是比如说YR137 或者是YR129 这样子颜色比较深的 拿来当做它的阴影线 会是比较适当的 好 那阴影线大致上 会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我快转到后面 让大家看一下 完成的效果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物体 所有的这个文字的右侧边 都加上这个带真笔的 或者是柔绘笔的阴影线 那这样子的文字就会比 你刚才就是只单纯用YR04 或者是单纯用这个B05 好 这两个颜色的就是纯色 来得更加的凸显 甚至是这个文字就瞬间变得有立体感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文字设计上面非常常用 而且速度上是比较快的 也很推荐大家来运用 那写完像这样的字呢 你可以加这个文字外框 好 就是在它的外框上面 就是加这个线条 然后再去做背景 好 就这个也是你后续因应你的主题性 或者是因应你的这个构图 来去做不同的背景设计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来介绍另外一个文字设计 抱歉 我后续还有在增加这个文字的 文字的这个打量 你就可以拿牛奶笔或者是碳金笔 在文字的受光面的地方再去做打量 这样子这个文字效果的这个立体感 就会又会再更加强 那你们在加这个受光面的部分 受光面这个带牛奶笔的时候 不用整条都加 好 你可以就是加它的重点的位置 最亮的地方就好 那像这个方体字的部分呢 我也不会全就是全部都用一条线的方式来呈现 你可以用点点的方式 好线条加点的方式 让它看起来是有这种水感的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用送题还有方题写的这个文字设计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来介绍的是像这样子 这个色彩上比较丰富 然后外形也比较圆润的这种文字 那这种的话呢 我们会称作为叫做泡泡字 泡泡字 那这个泡泡字的话呢 因为它的步骤比较复杂一点 好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我一定会先写这个文字 好打文字线 那其实你刚才在写上面的这种送题的时候 也建议你们一定要先打这个文字线 那这个泡泡字它的这个绘画的重点 就是文字跟文字之间 请你越靠近越好 好就是文 同一个文字 好当然你要相近一点 那两个文字之间呢 也不要距离太开 好不要像我上面这个领堂 这两个字距离太开 因为你距离越开 你待会中间要填色的范围就会越大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会把文字 两个文字之间的距离靠近一点 然后把这个文字的这个线稿把它打上去 打完文字线稿之后呢 第二个步骤 好第二个步骤就是加出文字线框 加出文字线框 那这时加出文字线框就是要让大家 要让我们后续在上黑线的时候可以更加顺利 好我这边的速度稍微调整一下 再次讲明白 会是这样子的字 fé 就是真的会稍微花多一点点时间 好就是比起我们刚才上面这种 просто书记写的时间会花费稍微多一点 那我们每一个文字上都去增加它的粗细 这部分也可以让同学们就是练习一下 所以手边上有纸的同学有织币的同学 也可以请你就是动手来画画看 跟着一起画你的就是学习速度会 加快很多 也可以让你多练一个新的字体 好那我稍微调整一下速度 OK好我调整到这边 这边大家目前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已经把这个线条的部分都已经加上去了 好就是加粗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了 那这边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呢 我们这种泡泡字它在框线里头 如果是封闭的框线 好封闭的框线 里面的线条呢我们其实就不去画它了 所以像是这个领的这个旁边这个页 好旁边这个页中间的这个两横的这个线条 我们就会不去处理它 好行这个地方呢这个两个点 好这两个点我们也会先暂时先省略它 因为我们后加就可以了 所以呢封闭的线条 如果它今天是封闭的范围 你就可以先暂时省略它 好就暂时省略它就可以 那待会你可以看到后面就知道 为什么可以直接省略它了 好接着呢就是我们开始做这个框线的处理 这个框线呢就是先制定好 我们待会要哪边需要上色 好哪边需要变成是黑底的部分 就是照着你刚才所画的加速线 调整一下 好那像这种就是文字跟文字之间比较近的这个距离 好像是这个领的这个另 好旁边这个左边的这个另 中间的这一横跟下面的这个这一横 这两个之间你就可以用一条线稍微再加粗一点点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做的原因呢就是会希望我们要让颜色当做是我们的主题 好要以颜色为主 所以呢多留一点空间给上色 好反而是我们黑线的地方或者是黑底的地方要少一点 这样子是会比这样子是会比较适当的 好一样调稍微调整一下速度 好那接着我们就先把它跳到我们已经完成了 框线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已经完成框线的一个状态 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是留下来的 好这边我们是留下来的 那待会我们再来去做这个算完颜色之后 我们再来去补这个地方 好那我这边会使用到颜色呢是橘色调 好橘色调的部分 那橘色调的部分呢我这边就用到了有浅色调来看 Y08 Y17 YR04 YR07 最后呢我还会再加一个最深的108 好橘色调的108 好用这几个颜色来当做它的这个色阶 那这时你就可以先把你的铅笔线 先稍微把它擦拭干净 把它擦拭掉 好擦完之后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从深到浅 从深到浅来去做上色 那我们从我们这样子的这个绘图方式呢 会建议大家最好用方头 好最好用方头来刷色 为什么因为你已经 你旁边其实已经上了这个框线了 那框线已经上了框线的状况之下呢 如果我们用软头它的这个水分会过多 会容易把你旁边的这个柔绘笔的颜色 就是带出来 就是会把这个黑色晕染出来 所以这样子是会比较有风险的方式 所以最好的状况呢 请你还是拿这个方头来去做刷色会比较好 那除非是像我刚才这个108 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水分不足 那我才用这个用最轻最轻的方式来去刷 用软头来刷 否则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用方头会做比较好 来做会比较好 然后接着就是慢慢的上到这个 Y17 那在上色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太去顾虑说这边是留空着的 好你就直接这样刷过去就可以了 那除非像这种地方就是如果你画真的会很浪费水的话 那其实就是稍微做一点避开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中间的空白你就不要再去比开 好就可以不用避开 你就是直接刷色就好 好因为这样子就是可以争取时间 好让多一点时间来去做上色 这样速度比较快 好那这样上色差不多了之后呢 接着好接着我们就要开始去做这个黑狂线了 那如果还有颜色上还没有画足了的地方 我们再去做补偿 那甚至是你也可以让你这个画面去做一些线条上的点缀 那这些线条的点缀的部分就请你点在要上色的位置 好要上位置 你不要点在黑色的地方 因为点在那里就是到时候是黑色上上去也是看不到 好那上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会用柔绘笔 好跟这个100的麦克笔 好两个都要把它准备好 首先呢我会先用柔绘笔在这个外框线 先把这个外框线的范围先稍微勾勒出来 这个最这个也就是我到时候的最大范围 好最大范围 好沿着我们的文字去做它的外框线的处理 那也就是说待会这个框线内的地方 全部都要上黑色 好全部都要上黑色 好那框线打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换麦克笔 那如果今天面积比较小 好就是比较比较内部的位置 你就可以用尖端来去做处理 那如果今天面积像后面的这个5G的这个位置 面积会比较大 或者是文字跟文字之间面积比较大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拿方头来去做刷色 这个也就是呼应到我刚才前面所说的 大面积方头 小面积小范围用软头 好稍微快转一下 好到后面面积稍大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开始用方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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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到我们将尽快上完的部分 好 好的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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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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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呢 这个步骤 好 这个步骤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好 我们在上这种封闭线条 封闭范围的部分 里面的这个 我们就会直接上黑线就好 好 所以它是后置上去的 所以你一开始并不需要预留它 好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那又因为呢 它这边的画面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我直接先就是 直接先在这边上黑线 也不是不行 就是比较会比较担心 就是你在上这个黄色调 橘色调的时候 不小心把你的画面的颜色带出来 不小心把黑色带出来 那这样子颜色就会变脏脏的 所以尽量避免这个状况 可以后置再加的 我们就是后面再加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领页的 领的这个旁边这个页 好的三条线把它加上去 然后跟行的两个点 把它加上去 用后置的方式加上 好 那稍微再去修饰一下 有没有其他地方颜色上没有涂均匀 然后或者是没有处理好的 好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第三个 第三种文字 好第三种文字 那第三种文字的话呢 我会是用一个图像性当作背景的文字 因为有时候在画面当中 我们会为文字去做一些设计 刚才我们前面在讲解的时候 我们有讲解到 可以适时的增加图像性文字 那个部分的话呢 是对于针对文字的某一个部分 去把它改成图像 那我这边要去介绍的是呢 就是文字的背景 用图像的方式来呈现 好就是让一个 比如说招牌或者是跟主题有相关的元素 把它当作背景 把它当作底 然后上面呢 压上你的文字 好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 我用到的是全民防疫DIY 好就是之前我们 我们考过的这个题目 全民防疫DIY当作主题 那这边的话 你就要去想 你的跟全民防疫有关系 跟医疗有关系的主题是什么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用针筒的方式 我就用针筒来当作一个图像 好就是背景的图像 那这里的话 我就让这个针筒有带一点 呃圆弧感 好变形的透视效果 所以首先第一步 我就是先把这个针筒的部分 针筒范围先画出来 那这个针筒范围就请你要依照 我们整张图的这个空间画面 来去做调整 也是要去稍微注意一下 跟你的人物配置 好跟你的这个画面整体构图 有没有符合 好有没有相关性 好那我们的这个底 好背景打好 打得差不多之后 接下来就是去做文字的分割 好就是把我们的文字 稍微做这个文字框 把全名方译四个文字 还有DIY三个英文字 把它放进去这个针筒的设计里面 好字框我们稍微打好了之后 接着就是把你的中文字一样用铅笔线 先打上去 这边呢也就是在调整 就是先让自己有一个 有一个依据 知道说我们的文字 有没有过大 或者是有没有太靠近 好所以 其实这个步骤真的非常的重要 你不要就是太贸然 就直接写字 因为你直接贸然的把 直接就上册写字的话 就是会影响到你后续文字 比如说有写错字的问题 好或者是文字的间距太靠近 或者是明明四个字间距 应该是要 以致要差不多的 但是你却有的近有的远 就是避免这样的问题 最好还是打个字框 打个文字 好那这边也要提事实的 提醒一下同学 你在打这个文字的时候 我们今天是一个 有透视有圆弧效果的文字 因此在文字上面呢 也请你要依照这个 外框线的范围 该圆弧的就是要顺着 你的外框线的圆弧去跑 去来看 这样子才会比较适合 适当 否则你今天做一个 有透视效果的背景 但是呢 你在文字上面 却还是依照你原本写字的 这个平平的方式来去写 那这样的话你今天做这个透视效果就没有这个意义了 所以在这部分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这个部分要小心处理 好那文字的部分我们都已经打好了之后 接着我们就要从字的部分开始去做上色 如果你今天的背景的颜色是想要比较丰富或者是有一些特别表现的话 那你可以先打文字的底部 那否则呢你其实可以就是先从写文字的部分开始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写这个文字 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容易上手的 其实就是跟我们一开始在写送题的文字一样 好那他就是加上这个背景 让你这就是有一个 这就是文字设计 你有针对你的文字去做设计 你不是单纯的就是写字而已 你还有针对他跟这个主题有相关 加上一个有相关的这个文字背景 那算是一个蛮好上手的一个方法 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速度也是蛮快的 速度也很快 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画画看 那如果今天老师在示范的部分 你没有办法跟上的话 那你之后也是可以看我们这个YouTube的这个影片回放 那今天你有跟着一起画的同学 你可以先把就是主要的架构先处理好 比如说你可以先把文字的构图先处理好 那到时候看着老师上色的这个步骤 再慢慢的把你的图把补上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那文字的部分老师会比较注重就是文字有没有力 好文字有没有力 所以像在写诵题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去重视它的细节 好就重视它这个哪边需要去勾勒它的线条 你这个线条如果边边角角有把它勾勒出来 你整体的文字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有精神 好那不要把你的文字写的就是细细的 入落的 好或是边缘就是不平整 好这样子都比较不好 好我们稍微调整一下速度 全民防疫这四个字呢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就是带大家来往后面 DIY好DIY这三个字 DIY上的字呢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用方体 或者是你要继续用就是有称线的英文字的方式都可以 好那我这边就稍微让它带一点点称线感 先把文字写出来 然后再去修饰它的这个线条 好那接着我再用软笔头呢去修饰一下我们的线条 我们的边边角角的部分 好那原则上的文字我们写的差不多之后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针对我们的背景 好 背景来去做处理 那背景的部分 背景的部分我们会先把我们的框线 好 就是你的 你的背景的这个主题物件 好 我们先把它做点 线条的框 线条框 那我这边用到的是咖啡色的融会笔 那没有咖啡色融会笔的同学 你就可以拿麦克笔就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 影响不大 好 那我们就稍微调整压速度 让它就是把这个是目前框线已完成的状况 好 那这个框线完成之后呢 我们开始针对我们的 这个底部的颜色 好 背景颜色就上色 那为了不要抢走我们背景 这个主题的颜色 所以我背景很单纯的就是让 让它看起来有立体感 好 让它看起来有立体感的状况 所以呢 我这边用到的是Y02 好 Y02来去做受光面的打亮 那再来呢 BV00或是 BV02的方式 好 在底部加上暗面 那我原先用的是这个BV00好 颜色稍微稍浅了 所以呢 我就再加上就是BV02 好 去做一些加强 拿BV02去加强这个暗面的效果 好 那大致上呢 这个底的部分我们处理好之后 好 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背景上 让这个针筒稍微更有它的特征 对 就是在针筒的上方 加上一些刻度线 让它拥有跟针筒的一个特征效果在上面 好 简单的加 注意因为它是属于背景的部分 好 它是属于一个辅助性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去影响到你的文字阅读 好 就是不要让它影响到文字 好 接着呢 是针对文字的部分去做它的深色框线 好 深色框线 暗面 暗面框 那这暗面线呢 我是外面放左侧边 所以我们的暗面线就放在右下 右下方 像我第一 我一开始就是第一个这个领航的送体字 我就是用柔绘笔去做勾勒的 那我那时候就有跟你们说 其实你可以拿颜色较深的麦克笔好 来去做 按面线的勾勒 那我现在就是用这个颜色较深的这个麦克笔来做勾勒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效果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运笔的时候的 就是的掌握啦 就是线条要细 好 尖端画图 好 用笔的尖端来画图 不要下手太重 因为下手太重就变成是你的这个暗面线太粗 那太粗呢 就会抢走你的文字 你整体的文字 就会反而让这个文字看起来很不清楚 所以如果你是拿麦克笔做这个暗面线的同学 就是要小心一下手不要太重 就是要注意这个粗细程度 好 那我目前的这个黄色的部分 YR0色的部分 橘黄色的部分呢 我用到的是108的深色线 好 暗面线 那DIY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就是像我原本 拿这个香精颜色 你也可以拿深绿色 那我后续我拿的是这个B29 就是蓝色调 就是比它更深一点的这个蓝色 来去当它的暗面线 所以其实暗面线呢 不见得一定要拿同色相 你也可以拿就是不同色相 但是就是相近啊 相近色相来去做处理 这暗面线也可以让你的文字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好 所以我特别在这个部分加上这个线条来处理 好 那文字的部分大致上就处理完了 最后这边呢 我再加上一个像是水滴的一个造型进来 那我这边就用到了这个B05 所以你可以融入不同的元素 融入不同元素进来 好 把这个文字的背景处理得更好 那这样就是一个有做设计的文字 好 有做设计的文字了 那形式上你可以做一些调整 有的人可能是用这个招牌形式 活动招牌 有的人是用木牌 木板的那种感觉 好 那不同的主题可能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因应大家你一定要去多看 多了解 好 然后多去做就是相关元素的参考 好 然后或者是找一些比较万用的 那像我自己 我们我的学生 好 我的学生们 他们可能会去找这种比较像是活动性的招牌 那这活动性招牌可能就是比较万用的 的方式来呈现 就是你运用不同的主题都可以用的 好 这样子也是可以 或是像我今天这个全民防疫DIY 就是因应的是跟防疫跟医疗有相关的一个背景元素 这几个呢 都可以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 那也希望你们在做文字设计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掌握的重点一定要是清楚 好 一定要是容易阅读的 那再来呢 就是做一点图像文字设计去做 去来融入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文字设计的分数 那同学们可能会去想问说 那我这个文字设计到底需要花多久的时间来画它 那原则上呢 你的文字设计大概花的时间 大概10分钟左右 好 10分钟左右 所以我介绍了这个三个文字设计呢 原则上都大概是10分钟左右 就是每个文字都大概是10分钟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你文字不要花太多时间 你还是要把你的重点放在你的主要图像上 好 就主要的这个跟主题有相关的这个元素 在上次要上关在这个部分会是最好的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文字设计 接下来的话呢 要开始跟大家讲这个绘图解题的部分咯 那请问到这个部分到这里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进入这个海报绘制的一个步骤 那今天呢 老师会先给你们就是文字的 对不起 我们会先给你这个我已经米好的这个构图 好 用米好的构图来带大家来去做这个推验 好 那等一下我会先大致先把步骤先讲一遍给大家看 那讲解完之后呢 再用再一样用预录影片 然后来去做一边影片播放 一边就是做说明讲解 那待会的时间会稍微就是开始画的时候稍微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我先讲解完 讲解完稍微让大家做个休息时间 然后我们就来开始去做说明 好 第一个呢 是绘画的解题示范 那这个呢 是绘画的一个步骤性 好 首先当然前置作业你一定要是先做这个题目的阅读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 我的题目是叫做领航5G 那这边的话我会请大家先来看到我的这个投影 就是实物投影机的部分喔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道题目 好 那我把画面移动到这个实物投影机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样应该是正的对不对 没错吧 好 那我会习惯喔 就是在看题目的时候一定要用荧光笔 或者是拿这个有色的这个 你可能构图上会用到这个有色的色铅笔嘛 对不对 或者是你可能是有色的这个笔形 请你一定要用有颜色的来去做这个绘图重 就是才去画重点 因为如果你有铅笔线 你很有可能会忽略它 你明明已经圈起来了 但是你还是忘记它 好 所以呢 最好呢 准备一个就是 就是颜光笔啊 或者是色铅笔啊 那老师我自己习惯的话呢 我会直接拿Y02 为什么 为什么要直接拿Y02就好 因为你等一下在上色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够完图要做明暗面处理 明暗面处理的亮面我们就是用Y02来去做打亮嘛 所以呢 我就会先拿Y02来当做这个 这个绘图重点 好 来 第一件事情呢 先看一下主题 题目告诉你呢 我们的主题叫做领航5G优势领先 请为这个领航5G优势领先当做主题 构图表现45分 字体设计15分 所以你要不要去做字体设计 要 那我们后面再来看说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设计 那他是说是这个行政院国家通讯委员会 要去推动5G产业的文宣设计 那再来看内容说明 内容说明就是在去讲说他的5G是什么意思 他5G的重点是什么 那他这边就有写到呢 5G的内涵是高速度 好 我就把它画起来 低耗能 还有低食言 还有物联网 好 万物物联的一个组织结构 好 那这边你就看到啦 速度 低耗能 还有这个低延时 也就是说我这个画面当中 应该要有什么 要有速度感 要有很快速的感觉 其实大家就会知道4G跟5G的差别 就是在网速会变得很快 那他可以运用在哪里 他可能可以运用在医疗 可以运用在这个无人机 或者是他可以运用在这个无人驾驶的这种 好 就是自动驾驶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5G他的一个特色 所以呢 就请你要 要扣紧他的主题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关键 然后他的关键 关键字 好 那再来往下看 他就是请你要去做一个图文的构成设计 然后画面当中呢 必须要以 好 必须要以领航5G作为标题字的标准字设计 好 标准字设计 好 再来呢 是制作规格了 这边就是我说的很重要的地方 请你们一定要把它看清楚 好 那第一题栏 请在第一题栏位作答后 然后绘制一幅尺度尺寸把它画起来 210×180的图文构成 而且他今天这道题目呢 是有规定要是直视还是横式的 这边它是规定直视 你大多看到的题目可能都是横直不拘 好 横直不拘 但是一旦他要求的是直视在横直 就是请你依照他的方式来去制定 当然是主标题领航5G 副标题优势领先 好 两者分开 然后主副请你要有主从关系 我也很常看 我也很常看到同学们就是把主标跟副标 把它写的一样大 把它变成全部都是一个标题 这个也是 这个状况也是不对的 就是你的主标题一定就是要最清楚 副标题的部分呢 稍微做比较小 好 稍微要把它做的比较小 你要去做图像设计也可以 你要去做它的副标的文字设计也可以 但是呢 你的重点设计还是得放在主标题上 再来它有一个特别的说明就是字体的大小 领航5G这个主标的字体大小 每字高度不得小于30mm 好 不得小于30mm 而且必须要特别凸显5G 必须要特别凸显5G 所以这一道题目对于文字的要求非常高 对于文字要求非常高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特别去注意的 再来第四点 制作要求 好 制作要求呢 必须要让这个排报呈现科技感还有空间感 所以你要让它有空间效果 前后关系或是深 比较深 或是比较近的关系 好 这是空间感 科技感呢 颜色是什么 你就要开始去 脑中就要开始有一些想法 好 什么跟科技感的元素有相关 这个科技感是什么 好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 比如说我们的云端网路 好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科技的感 宇宙科技的感觉 好 卫星 好 甚至是这个列车 这些都是属于科技的一个象征 那颜色的色调呢 你可能会去呈现的是 比较偏蓝色调 蓝绿色调 或是蓝紫色调的这种情境 所以呢 根据它的文字的重点叙述 你脑中就要有浮现一些色彩 好 跟一些图像出来 好 再来呢 除了主副标题的领航 5G优势领先的字体设计之外 不得添加任何的其他文字 或者是数字的讯息 所以这边就是要特别注意 不可以去增加文字的 其他文字的部分 那你就会问说老师那假字可以吗 假字算不算 假字其实就不算 不算其他的文字或者是数字 所以假字是可以写的 好 最后呢 必须要以彩色技法表现 所以你不能用素描 不能只单纯的用带整笔画 好 就是请你一定要去做上色 那手法不限 以上这就是主题的部分 就是请你一定要花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去看清楚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然后搞懂 搞清楚 主副标题的内容是哪些 然后跟他想要呈现的效果 OK 以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 这个主题的理解 好 题目的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回来到 我们的画面当中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来到我的这个 头颖幕 好 我的这个头颖幕呢 我们看完题目 接着我们就要开始去做什么 刚才我说的 你可能要开始去画这个尺寸框 然后开始去贴纸胶带 好 在贴在这个画这个尺寸框 跟贴纸胶带的过程当中 请你一边脑中开始要有一些想法 今天我的这个主题元素是什么 那有一个人 人跟我的这个相关元素的互动性 你不要图这个人是人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个 后面的一些相关元素的图像 跟人完全没有任何的互动 其实这样子也不好 所以最好是他的位置可能要指向某一个方向 指向主题 好 或者是跟我们的图面有一些互动性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最后要呈现的状况 好 我就直接先让大家看 就是我最后要呈现的状况是这一张 好 最后这一张图 好 最后这张图的呈现 所以呢 我的人物 好 我的人物的手指指出来 但是其实就是有一个点击画面的感觉 好 有大家不知道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 在你打科技相关的图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做一个面板点击的这个状况 那我现在画出来就是有点像是 面板点击的这样子的情形 那再来是我要呈现出空间感 所以呢 而且他说要特别把这个5G做设计 所以我就把这个5G的5把它放大 好 把它放大 然后增加这个空间效果 营造出这个空间感 那再加上一些箭头 还有这个流动的这个曲线 好 然后带出我们的这个列车 好 高铁这种速度感的感觉 好 列车的这个样子 最后呢 背景的呈现 再融入一些跟科技有相关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电路线条 好 或者是网路线条 或者是这种晶圆体 好 等等的就是相关的元素把它融入进来 好 那原则上构图的呈现 我想要表达的内容 好 就能够这样子被呈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我们就回来到这边 好 第一个步骤 先把你的构图先把它上完 上完之后呢 加上带针线 那这个带针线呢 请你以主题为主 好 请你以主题为主 你的主题上面加上带针线 好 或者是柔绘笔的线条 那最重要的是呢 最好就是加在我们的暗面的位置 受光面的位置呢 可加 但是要注意粗细程度 所以呢 受光面的方向 如果是从右上角过来的话 好 那我的左 对不起 是从左上角过来的话 那右下角就请你要把线条加粗 所以你会看到我的人物上面的 左侧边的线条都会比较深 接下来是加上我刚才所说的 把这个受光面的亮跟暗面的阴影 把它先打出来 所以在人物还有主要的物件 我会把这个亮暗去做一个调整 接着就是开始去做人物的 这个主题颜色的上色 还有主题物件的上色 好 上完颜色之后 就开始去做文字设计 好 文字设计 那有些同学 他可能会先去做文字设计 好 就是文字的上色 那我这边会比较建议的是 我会先从人开始 好 然后接着呢 是背景 好 背景 背景的部分呢 因为想要采用科技感的感觉 所以呢 会以蓝色调为主 好 所以我先从浅到深 我是用蓝色跟绿色来去做搭配 然后由浅到深来去做绘制 所以我先从绿色的部分 开始画背景 然后再把这个5G的 这个5的空间感的深色 把它加进来 然后去做建成效果 好 来到最后这边的话呢 背景的颜色 好 这个背景的底色 我们用建成的方式 把它上色上去 所以我这边就采用了这个B29 好 B29 然后往上延伸B05 然后跟这个YG03 好 YG03 YG06 好 用YG06 来去做这个颜色的配置 好 那最后呢 就是再把人物更凸显出来 所以我用B39 好 去加出这个人物的框线 好 加出人物的框线 最后呢 把我们的底完成之后 我想要呈现的是我的副标题 不要忘记副标题了 所以我把副标题 运用牛奶笔 好 运用牛奶笔 直接加在我的背景上面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像我一样 用牛奶笔来写这个标题的话 副标题的话 就请你背景一定要越深越好 这样子你的副标题才会更清楚 好 那最后呢 就是把你的背景 好 做一些图腾 或者是剪影的方式 并且加上完稿框线 私上纸交代加上完稿框线 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绘图的步骤性 到目前为止 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都还OK吗 可以吗 都没有问题哦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开始去做这个 上色了 好 开始做上色的讲解 那一方面的话 我当然也很希望 你们可以跟着一起跑 就是让这个流程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没有关系 就是请大家就是看着我的 这个绘图步骤 我会一边去做讲解 那因为待会在上色时间呢 会将近大概有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想说先让大家在这个时间点稍微去做一个收集 我们收集一个10分钟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哦 好 那现在的时间是20分左右 那我们2点30分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回来到现场 然后大家可以先做个休息 也可以一边去做个准备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 很欢迎我把这个画面开在这个地方 欢迎同学 你可以先开始去做一个简略的 你可以开始去做构图 待会我上色的时候 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做 好吗 好 所以那我画面就开在这边 然后我们30分的时候会来 这样子还是要出去 给一下学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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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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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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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 感谢观看 稍微 感谢观看 你看看 我们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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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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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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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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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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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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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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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